我再说公路方面 公路方面的话 西藏已经开了三条高速公路了 全部都是不要钱的 免费的 但是限速是100 然后318 318这个被号称中国最美风景大道 上海到康定是高速 过了康定以后 就是318国道了 高速的话也通了一部分了 然后是318 314是滇藏县 滇藏县 注意一下这个测速跟落石 这块泥石流是很多的 那么还有317 317就川藏北线 过这阿坝甘孜 昌都最后在那区 跟这个青阳线汇合 是这样的 再说西藏以内 拉萨到山南 这个是高速 免费的 三个小时基本到了 限速100 拉萨到日喀泽也是318 这个限速比较严重一些 差不多跑4个小时 其他的省道一般是60到70 这个有很多的探头 有很多趋源测速 给你开的尿尿唧唧唧的呀 30区间测速 而且一路下坡了 你高档变都变不住 这跑多长时间 跑一个多小时啊 那实在没找人来咋跑啊 就正常跑吧 跑到一个地方 找个地方停车 待一会儿 待个十分八分 再接着跑 那下午都困了 那我看后镜 都不走直线呢 那路可好了 有必要限速30吗 我想问问 对吧 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大卡车都是跑七八十 哇哇的 跑30 人都跑七八十 你跑30 确实不安全 是不是 我没理解 为什么这么限 玩30圈测速吧 里边还套了一个啥 套了点测速 比方70公里测速 它可能啥意思呢 你可以跑70 希望你中间停一停 看看风景拍拍照 对吧 吃饭方面啊 吃饭方面的话 如果在当地的汉族 他们主要吃川菜 火锅为主 如果是回族的话 一般吃牛肉面 反正内地有啥 藏区都有 比方说KFC 但是KFC比较贵 沃格拉萨待了三天 我感觉啥都贵 反正吃跟住 我感觉吃比上海 北京都贵 住的也贵 那破酒店 老破老破酒店 三百多四百多一晚上 就那酒店可长成 一百块钱我都不住 没办法 还有藏餐 藏餐的话呢 咱们听有 七群的哥们跟我说 他说怕你不适应 说99%的汉族人吃不惯 我们体验了 我们全团都体验了 吃的还可以啊 我们吃那个藏餐 老板是他是贵族 纯藏餐 他是改良的啊 不是不是那个牧区藏餐 有一个菜 这簪八 那个簪八呀 很多人没见过啊 也听过没见过 有点像这个黑芝麻糊做的东西 像年糕似的 你拿手里面嘎嘎一顿握 握完之后握个小坑 往里面放啥 放酱 那个酱是生牛肉剁碎啊 割的辣椒 就生牛肉啊 生毛牛肉 把隔嘴吃 我吃第一口的时候啊 那个簪八 咽比较难咽 比较沾牙 你们知道啊 咽不下去 吐吐出来哎我这个难受啊 但是很香 你别想 你要老闲 是什么生牛肉能行 我告诉你真没事 因为他这个牦牛啊 当地那个牧区 他没有什么污染 没有工业那地方 对吧 你要说你在北京上海 买牛肉 你生吃 那可能够呛 隔西藏是没问题的 他既然敢给你做出来 你就肯定没问题 啊 然后什么酥油茶 这个酥油茶是很重要的 酥油茶可以缓解高反 还能解酒呢 什么牛肉包子了 风干牛肉跟二番 他们的菜里边 我看主要的原材料 就是牛肉跟土豆的 啊 跟土豆 因为他的那个原材料 不是那么太丰富吗 很多东西在藏区是没有的 所以那个味道比较单一一些 是这样的啊 他们也愿意吃辣的 吃辣的比较冲一些的 就是我听说一个一个事 一个干餐饮的哥们给我讲的啊 你看那个非常火的饭店呢 他做的菜一般都重口味 为啥呢 味觉记忆 你只有做重口味的菜 你才有回头客 你要特别清淡人 想不起来 你看很多女的愿意吃麻辣烫 那麻辣烫一点也没有 全那么是调料 那为啥你愿意吃呢 你要的是那个回忆 你要的是那个味觉记忆 懂不懂 所以你看川菜 全国各地哪都盛行 你包含什么东三省 什么新疆西藏 那川菜都可火了 对不对 湖南菜也是 你看只要是味觉比较冲的菜 都火 你看粤菜 粤菜是很很健康的 很清淡的 你看粤菜活不起来 你看全国各地 除了广东广西以外 粤菜哪火 太清淡了 福建菜根本就活不起来 是不是 是这样的 他说艳遇 艳遇的话 咱们这个七群哥们说了 以前是有的 15年之前是很多的 很多80后 女背包客 但是他们已经老了 后继法力了 后继无人了 80后女背包客 现在三十来岁了 对不对 三十来岁也白扯了 是不是 我们也遇到过 非常漂亮的姑娘 在路边 但是前不早孙 后不早店 荒郊野岭 我们怕是妖精 就没敢停车 下面跟你说 布达拉宫 这个我们进去了 详细转了两个多小时 顾的导游讲的 这个是颠覆我的认知 我讲讲 这个布达拉宫 这个宫指的是啥意思 是宫殿 布达拉是梵语 就是古代的印度话 就是神的语言 这么说的 观世音菩萨的住息地 本来是在印度东南部的 佛叫不来中国了吗 就有了中国第一住息地 在哪 在浙江的 普陀山 那么进藏区的诸其地 就在布达拉 西藏主共的佛 就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说这个布达拉 被叫做中国第二普陀山 那么布达拉 镇宫之宝 来自印度 一个檀香墓 形成了一个 观世音的一个塑像 这我们也看到了 但是这里边呢 各位啊 不能拍照啊 如果你要拍照啊 轻则呢 手机让你删掉就完了 严重一点的话呢 手机就没收了 相机就没收了 再严重一点呢 抓你 抓你七天 上里边学习一下 你就别出来了 不允许拍照啊 这你得千万注意啊 你别说我偷拍一个吧 没有意义 你偷拍完 你一旦发现 给你扣着 不然你走了 这是一 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就算没被人发现 你敢往处发吗 你敢发朋友圈 你说我拍的布达拉公 内部咱俩地的 我告诉你 五分钟不到 你就能接到电话 让你去报道一下 你信不信啊 然后呢 这个布达拉公 要进去的话啊 必须提前预订 我们是头一天预订的 他可能也不接受 提前好一天 我们去的前一天预订的 网上预订 预订完之后 你才有资格进里边去 才有资格去买票 票到不贵 二百块钱一个人啊 那么导游的话呢 我们雇个导游 是五十块钱一个人 当然了 他得看人数啊 如果说你自己去 你给你五十块钱 不好使 因为导游一天只能去一次 就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是五百块钱起 你要是人少 你可以跟别人逼一下 别人团十五六个人 你自己啊 你就会花五十 你给我讲讲 给你发一个 发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耳机啊 就这玩意儿啊 反正我我感觉 全各地咱们旅游啊 尤其有历史 有人文的 你都过倒游 那没多少钱 你自己看 你啥也看不出来 对不对 你自己看 那就紧 那就金子 马脑翡翠 完事了 你讲故事嘛 是不是啊 再说达赖喇嘛啊 达赖喇嘛 被认为是观音菩萨 在人间的化身 咱们藏族的观音 是女性 你发现没 你看西游记里演 那个是女性 对吧 其实呢 刚开始观音是男性 观音菩萨32个化身 可男可女 是这样的啊 这个达赖啊 这怎么来认 这个认为你是应该继承人呢 就是什么个流程啊 这个事呢 我跟藏族老百姓 也聊过这个事 还是比较灵异一些 我觉得啊 就是在元祭的时候啊 主要看这个达赖 他脸朝的一个方向 那他们可以算 算完之后 当然去找 然后他们不会说 这个 大张旗鼓的甩 看看咱选达赖咋的 不是 偷偷的进村 打枪的不要 就跟你们家聊 那看看有没有什么异象啊 就是他会给你一些线索 找完之后呢 就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确定你是达赖了 那么拿一些呢 上一届的这个达赖 用过的一些物品呢 哎 给你小孩看 小孩很小 几岁啊 他一般会抓过来 说这是我的东西 啊 或者说呢 有一个是达赖用过的 一个一个一个东西啊 白桌都是 要想要挑 他能挑上来 哎 是这样的 这是打赖一个认证的 一个程序啊 再说回布达拉宫啊 布达拉宫是建在海拔 三千七百六十七米的 红山之上 最早的建筑是公元 四世纪到五世纪 大概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后来呢 松山干部把都城 从山南搬到了拉萨 建了红山宫 娶了咱们唐朝的文臣公主啊 最开始相传 红山宫大概一千多件房屋 后来那个土拨王朝灭亡了吗 红山宫啊 毁于战争 还发生一个雷击 着火了 一片废墟沙也没有了 那个差不多是公元 大概是八百四十二年以后的事了 一直到一六四五年 就顺治年间呢 武士达拉 建立了一个正教合一的政权啊 那么历史上 这第三回搞建设 就前两回啊 他建那个房子 他不叫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真正的名字 这时候开始的 就是一六四五年 先建白宫 武士达拉元寄完之后 一九 一六九零年建了红拱 各种扩建 那么咱们今天看到 布达拉宫的样子 是什么时候的版本呢 一九三六年款的 一九三六年最后一次修饰 就咱们现在看到样子啊 那这个是很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海拔最高的宫殿 它是集城堡宫殿寺院为一体 现在看这高度是一百一十七米 外面看啊 是十三层 里面看是九层 当时导游跟我们讲了一个事 这个布达拉宫的墙多厚 最薄的墙是三米多厚 最宽的墙是八米多厚 因为当时的建筑是没有钢筋 这一说的 全是石头加木头 如果你墙比较薄啊 你不可能承担这么高的重量 所以墙很厚的 所以这个地方 夏天不用空调 我跟你说啊 它那大门就是拉个帘子 那帘子都是不是说全密封的 你在外面满身试汗 你只要一进去 冻的是发动 冬暖夏凉 那这里边主要的文物 我跟你说说啊 主要放的是灵塔 就是五世到十三世 达拉宫灵塔 除了六世 就是苍阳家措 这个苍阳家措这个事啊 又涉及到佛教派系问题了 你像西藏的达拉宫 班禅阿尔德尼 蒙古的这个 张家国师 然后 哲不尊巴丹 哲不尊丹巴呀 这四位呀 是格鲁派的 就是黄教 你看戴那帽子是黄色的 藏传佛教有四个派系 第一位是格鲁派 格鲁派是黄教嘛 黄帽子 还有宁马派 宁马派是红帽子 还有呢 嘎举派 嘎举派吧 白教 白教它过去加衫是白色的 还有花教 花教那个寺庙 那个墙 三个颜色 其实这么划分也不科学 当地藏族是不认的 是咱们汉族给划分 咱们好教 是仗事的 那么好了 格鲁派呀 说第一个 黄教啊 他的戒律是最严格的 严禁女色 但是宁马派是不严的 宁马派啥呢 父传子 所以说你必须得解惠圣海道 戒律不严 这个六世打赖呀 这个苍阳家错呀 哎呀 咱们回事呢 这个错呀 藏语里面是胡的意思 什么纳麦错呀 各种错呀 对吧 取是啥意思 河流的意思 水的意思 纳取 对吧 家错 就是大湖 大海 这个苍阳家错 他生于藏南 这块地 现在是 在印度三哥那边 那边的 藏南地区 他的家庭本身 是宁马派的 戒律不严 他当年继承 做达赖的时候 他15岁了 青春期了 那你一看 这个戒律太严了 而且他成为达赖之前 他是有一个小对象的 小女友的 还漂亮 对象跑拉萨去了 你想156岁 干柴烈火呀 晚上出去 干点什么事 被人发现了 你就不用说这个 藏传佛教 咱内地大河上偷情了 你可能也觉得 这不太过分了 是不是 那个格鲁派 那个戒律是非常严格的 皇上都不愿意 皇上写信 骂了一顿 皇上没想杀他 当时 这个蒙古 跟那个大清 是有矛盾的 所以康熙下令 这个六十大赖 你给我压北京来 结果走到青海湖 就失踪了 官方的藏文 跟汉文的记载 是死了 民间不这么说的 民间说跑了 给放了 什么游历五台山 这么地的 也就是说六十大赖 它是政治的一个牺牲品 但是这哥们有一个特长 就跟那个南唐后主 这个李玉似的 写诗写得好 尤其写情诗 你看李玉写的 什么春花秋月 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左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 月明中 刁烂玉期应游在 只是朱延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这李玉写的 对吧 参加措 据说写两百多少诗 现在留下来 大概六十多首 对吧 但有一个不是他的 就咱们很熟悉的一个 就是你见 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卑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这个呢 可不是老苍写的 这是扎希拉姆多多写的 这刚发表没多长时间 知道吗 这别瞎恩 别瞎恩 我再说 这个里面的文物 有个数据 历代打赖 这个零 这个零塔 用黄金的数量 五十打赖的黄金 用量是最多的 刚才已经讲了 你黄金多与少 这是咋来的 老百姓捐的 你的分工伪绩 你体现很多方面 比方说让老百姓生活很幸福 因为你政教合一 对吧 老百姓有钱 生活也好 对吧 科学技术 种植方面 你都交给大家 各种什么医学方面 你做很大贡献 所以你一元寄你一死 老百姓开始捐钱 所以你看谁的黄金量越多 说明他受老百姓爱戴 越高一些 对吧 五十打赖 黄金用量是3721公斤 四百多一克 你算的这玩意值多少钱 骑士打赖是498公斤 八十就不行了 一百七十多公斤 九十的话 一百一十二公斤 十十打赖 一百一十公斤 对吧 十三十还行吧 十三十打赖 用了940公斤 那么这个灵塔 是干啥用的 就这个高僧 这个尸体 他经过这个防腐处理 放在塔里边 佛教讲塔葬 你办法印度 咱们内地不都这样吗 对不对 然后这个塔 我跟你说 塔上面那黄金 是最不值钱的 上面有各种宝石 当时导游导游 我都记不住 什么红宝石 绿宝石 蓝宝石 什么猫眼 珍珠 什么蜜蜡 琥珀 还有吗 价值连城 这是一方面 各种金书 什么唐卡 壁画 金册 我跟你说 那金书 拿铁粉写的 沾着金汁写的 把金银磨成粉末 整成液体写出来的 总结有两点 他这个白宫 是世俗建筑 里面包含什么 僧社 官员办公室 红宫是宗教建筑 佛塔 一些灵塔 什么的 咱们参观 主要看的是红宫 白宫你进不去 是这样的 推荐几个纪录片 04年版本 有一个纪录片 布达拉宫 一个半小时长 还有一个是 千年 千年什么 录过布达拉宫 还有一个是 西藏卫 自己拍的 拍了几个 你可以看一看 有字幕 它是藏文说的 你要改变 可以看一看 那么有一句话 叫此生必价三幽八 哎呀 我引用咱们中国国家地理 在2006年发表的一段话 跟各位说一下 你感受一下 从上海到西藏章目 长达5000多公里的三幽八国道 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一条 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 三景观类型之齐全多样 一彩分成乃世界所罕见 从海平面 长江口到地球之点的 珠穆拉宫 从中国 地是第三阶梯到第一阶梯 从盆地到平原到高远 从丘陵到堤山 中山高山 极高山 从淡水湖到咸水湖 从雨林到灌木 到草原到荒漠 优美壮丽同在 优景矿景并存 这条路还是人文的巡礼 和历史的隧道 从浙江和睦渡 七千年前的水道 到昌都 卡诺遗址的小米 从梁祖文化的玉 到三星堆的铜 从周庄的楼 到丹巴的碉楼 从唐伯古道 到藏仪大走廊 东西汉藏 南北 枪仪 无分卑尊 多元一体 这样一条大道 鹿 虽人为 井 乃天造 中自然之大美 显 人文之 深奥 但是呢 这个是2006年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发表的一段话 现在的三五八 已经不是那时候的样子了 有几点 川藏县上 有很多高山 现在大多数 都已经建成隧道了 现在目前已经通车了 比方说高尔斯上的隧道 那雀尔山隧道 简测山隧道 对吧 礼堂 通麦 这都不用说了 米拉山都有隧道了 知道了吧 米拉山这个隧道通完之后 拉萨到灵芝的时间 大概缩短一半 不用翻山了 川藏县有14座 超过4000米海拔的高山 很多震撼的自然风光 都在崖口附近 都在这个最高点那个附近 那如果都通隧道的话 那这些风光你也看不见了 是吧 还有高速公路 川藏县目前两条 非常重要的高速公路 已经通车了 一条是2018年 就是川藏县起点到康定 雅康高速 对吧 成都出发也就是两个小时 就到康定了 之前可不行 之前得四个小时 对吧 第二条拉林高速 拉林高速是西藏最长的 高等级公路 全程400多公里 从林芝到拉萨 通行时间缩短5个小时 但是我建议你 如果你时间充裕 你想看美景 别走高速 你要走高速 你就白去了 对吧 还有一个事 现在跟2006年 它不一样了 06年没几个 跑那地方去的 2019年数据 西藏累计 接待游客数量多些 4000万人次 而且我跟你说 这4000万人里边 起码都有80% 是通过 刚才我说 这个川藏线 318进藏 人多的时候 每天在318上 好几万人 那车子好几万台 那一堵车 哥 看不到头 四五十公里 知道吧 所以川藏线 往后 一段时间以后 可能不是你心里 那个模样 所以想走川藏线 得趁早 是不是 有很多听友 说遗憾 没去成 时间倒不开 这么低的 没事 今年10月份 还有团 但愿你不要遗憾 318这个川藏线 是十里不同天 一年有四季 因为海拔落差 是非常大的 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 对吧 这是挺好的 还有一个是 318这个川藏线 是进藏难度最小的 全程是百游路 海拔是慢慢上升 你有个适应的过程 对不对 但是也有一些危险 就是他有很多的 比方说事故 踏方 尼斯柳 管制是很多的 我们一到过两次 有一次在怒江七十二拐 怒江七十二拐的话 当时堵了大概是 四五个小时吧 我们晚上 9点多才出发 我们刚一走 过了第二天 又开始堵了 堵了五四五十公里 然后我们当时在 在哪 我想想 有个地方 我们也是刚走 地震了 4点 四点几级地震吧 也堵了很多 尤其在这个雨季 在这个雨季 所以说 这时候去的话 多加小心 当然如果你要 十月份去的话 就没有这么多事 对吧 可能会有雪 反正不管怎么说 跟其他进藏线路比 这条线路的维护 道路设施是最好的 是最安全的 是这样 以上就是我这次 上西藏的一些 观感跟体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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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